番外,再见李向阳。徐盛反攻李牧的第二步,已经开始了。他忽然有些后悔,杀了陆紫秋,诛了李牧的心。他总感觉李牧在谋划他的意外身亡。他害怕。既然已经走出了第一步,那就必须在李牧弄死他之前,他先把李牧弄死。这天,很多人都聚集在了无极先生闭关的地方。他们吵着闹着,要见无极先生。 理由是,想关心一下无极先生的近况。这将近三十年的时间,无极先生一直在盗邪,却从来没人见到过他。哪怕是李牧进了盗邪之后,无极先生都从来没抛头露面过。这是为什么?除非无极先生快死了,他一直在苟延残喘地活着。他怕被人看到他的样子,那样的话,他就没有什么震慑力了。如此一来,他还怎么做李牧强有力的后盾? 没有了这个后盾,李牧也将不再可怕。一个无依无靠的私生子,又能掀起什么风了?很快,李牧又接到齐卫东的电话。 徐胜揪集了很多人,在李向阳闭关的地方。他好像察觉到了什么,要逼李向阳现身。李牧挂断电话,疯狂地跑向李向阳闭关的地方。 看到这么多的人聚集在外面,逼李向阳现身,他浑身都在发抖。他知道,李向阳不能现身。一旦李向阳现身,就是死亡的时候。 这就是他来了盗邪之后,为什么一直没跟李向阳见过面的原因。 李牧强忍着愤怒和恐惧,来到人群前面。 我父亲在闭关,不便见客,大家请回吧。可这些人有备而来,岂会轻易被劝走。 会长,我们都很担心无极先生。他老人家一直没现身过,很多老领导都关心他的近况。 我们只要见到无极先生,看到他老人家没事,我们就放心了,也好跟那些老领导交差啊。 李牧还想劝阻这些人,但很快,在他身后,响起了让他绝望的声音。 大门缓缓被打开了,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。 一个垂暮老人,大约是活了上百岁。 苍老的都有些直不起腰的老人,出现在了所有人的视线中。 看到无极先生现身,所有人下意识地弯下腰,脸上带着下意识的恭敬,还有惊讶。 无极先生,终于现身了,他还活着。 但他的样子,好像活不了多久了。 这个在圈子里活成了神话一样的人物,竟然真的被他们给逼出来了。 拜见无极先生。 此时李牧也回过头,震惊地望着那个只在梦里面见过一次的儿子。 他悲痛地望着不该走出来的老人,而老人却是微笑地望着他。 随后,老人看向来逼宫的全体人员,淡淡一笑。 难得朱军如此挂念我这个老人家,关心我的身体状况。 我已经不过问道协里的一切事物了,希望朱军让我藏在这地方,继续一仰天年。 如非国难当头,我就坐那咸云夜鹤,祝朱军一切安好。 说完,老人转身又走进门内,但他却是没有降门闭紧。 李牧知道,那门是给他留的。 祝无极先生身体安康。 门外群人大喊,徐胜站在人群里,同样弯着腰,脸上却浮现出一丝冷笑。 原来鼎鼎大名的无极先生,已是一副残躯,如同飘液在风中的枯叶。 如果早点发现这个秘密,他岂会让一个区区丝生子爬到今天这个位置。 现在发现,似乎也不算晚。 第一步有没有走错,徐胜不知道。 但第二步,走对了。大家见过我父亲了,请回吧。 李牧面无表情地望着这群人,压抑着心中的杀星。 待他们转身离去后,他也走进了那扇门内。 刚走进去,他便看到了那个摇摇欲坠的背影。 很快,那个背影就倒下了。 李牧冲了过来,抱起背影的主人,眼眶瞬间湿润。 李向阳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继续衰老,原本就苍老地直不起腰的他,现在已经行同一句枯骨了。 为什么要出去? 我已经躲不掉了。 李向阳艰难地睁着眼睛,望着李牧。 我本就不属于这个时空,我只是想回来,拯救大家,还有我的亲人。 李牧气不成声,我不应该执着地把你带到这个世上,我不是一个尽责的父亲。 李向阳微微一笑,我是你和妈妈,幸福的结晶,我的存在,已经证明,你在这个世界存在过。 我的爸爸,他叫李牧。 我从来没后悔,成为他的儿子。 他是我的骄傲。 尽管在我的那个时空里,我从来没见过他。 李牧心如刀脚。 在他得知自己是东方无道,不能生育后代的时候,他有过一个梦,他想和陈雪有个孩子。 对此,他很执着。 后来,当陈雪怀上李向阳的那一刻,他猛然醒悟,他根本不能陪伴李向阳长大,他甚至不知道自己能活到哪一年,哪一天。 他发现,他是一个很自私的父亲,他不该把李向阳带到这个世上来受罪。 您不要难过。 李向阳艰难地抬起粗糙的手掌,抚摸着李牧的脸。 我走后,这个时空的李向阳就会出生,他可以见到父亲,也许,父亲并不能陪他长大,但他,能等到一家团聚的时候。 这很幸福,不是吗? 李牧心疼地喘不过气来。 你也是我的孩子。 我知道,我是您的孩子。 李向阳已经虚弱至极了,但我并不委屈。 因为我知道,您更委屈,因为没有人让您自己选择过一次。 他忽然念叨,人往往为了逃避一个错误,而去犯另一个错误。 如果,怎么选都是错,那就必须,在做完一个选择之后,才能告诉自己,哪个错更值得去犯。 念完这几句话,李向阳满脸泪水和愧疚。 李牧死死僵在了原地,脑子里一直回荡着这几句话。 曾经,在他还没牵扯太深的时候,在他选择要退出一切的时候,有人对他说过这几句话,是这几句话,让他最后没有选择退出。 而当初说这几句话的人,竟然,是未来的李向阳。